诺贝尔事实上代表了欧洲传统精英的理想 直播现场专家学者在科普一传十节目 以导读方式介绍诺贝尔奖 花莲慈基大学学生同步临时差参与讲座 在台大在台北的课程 可是我们在花莲也可以同步就是跟台北的学生一样 有听到就是这样很好的课程 直播课程可以让我们就是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一些知识之外 可以更了解全方位的科学 四天八场讲座 串起将近二十所中学及大专院校同步连线 跳脱教室来学习 我们希望能够共学 大家在一起 那么也有老师教授在旁指导 那跟这个直播可以说同步的来学习最新的知识 我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一种教学 能够结合科技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 你要找到有兴趣的题目 第二个是你要培养你的思考 直播后加上老师的讲解 加成传递知识的效果 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不止更多学子受惠 也平衡城乡教育资源的落差 带来新闻 江家瑜 邓明仪 花莲报导